作者营养师611,宝宝腐蚀,儿童营养,科学未养,夏天太热,宝宝出汗多,容易流失甲,心和B组维生素,可能会导致没胃口,不想吃饭,当然,如果缺血或缺心,也可能导致宝宝厌食。 很多妈妈一心急就想着给孩子买各种的营养补充剂,其实想要种根源上解决宝宝不爱吃饭的问题,只在贵的补充剂,都不如食疗安全。 我更建议大家试得调整饮食的营养,像我每年夏季都会跟欧美小姐搭配着倒超级下饭的开胃菜,四季豆炒牛肉末。 我选用了富含血红素铁和鲜的牛肉,搭配了富含甲和B组维生素的四季豆,以及富含VC的甜椒,还有富含鲜的干贝粉。 它可能会影响宝宝食欲的营养一次性全部补足了。 另外,瞧用我的搭配,除了能让牛肉更鲜嫩多汁,又好嚼,还能让四季豆和甜椒,吸收牛肉汁的香味,干贝的鲜味,让整个食谱变得超级开胃好吃。 只要它一张桌,我们全家都抢着吃,四季豆炒牛肉,营养分析,一补铁补心,牛肉富含血红素铁核心。 吸收率高,能有效预防宝宝缺铁核心,二补干,磷,甲,四季豆,甜椒和牛肉都富含干,磷和甲等矿物质,尤其是磷和甲特别丰富,干,磷和磷有助于宝宝骨骼和牙齿发育,甲是能预防下肌疲乏。 三防治厌食,这三种食材都富含甲,能缓解下肌胎症流脂甲而导致的厌食,牛肉能缓解缺铁和缺心引起的厌食。 四营养互补补,甜椒富含VC,能促进牛肉中铁核心的吸收率。 烹饭指南,参考热铃,食米加,烹饭方式,炒家们,食用推荐,搭配高铁米粉或肉铃一起食用。 食材建议,优先推荐滴嫩香肝,储存方式,建议新鲜食用。 注意事项,一四季豆含有燥肝,凝极素等,没煮熟吃,可能会引起腹性中毒,所以记得一定要煮熟吃,对本文食材过敏者。 现实,食材参考量,食材营养分析,PS,此食谱是制作参考量,根据宝宝实际情况决定食用量。 制作步骤,一,将牛肉洗净,切成牛肉片,PS,优先推荐牛里脊,如果用的是其他牛肉部位,记得要把肉筋和肉馍去掉,不然料理脊不好打,宝宝也嚼不动。 二,将料理即将牛肉打成肉泥。 三,在肉泥中加入红薯淀粉,干杯粉,西姜丝,适量的滴嫩儿童酱油和核桃油。 PS,如果宝宝挑嘴,一岁以上可少量加点滴嫩儿童酱油,一岁以内不建议放酱油,干杯粉的食谱,请在搜关键词干杯。 即可查询,没有干杯粉,可换成虾皮粉,提鲜又营养。 四,将所有材料混合搅拌均匀,腌制小混。 五,将四季豆两头去撕,再用精水洗净。 六,将四季豆切成碎丁状,PS,即两切碎一点,一熟气耗嚼。 五,虾皮洗净,用温水浸泡二三十分钟,PS,我用的是滴嫩儿虾皮,只要浸泡小汇即可。 如果是市面上的普通虾皮,含纳量太高,建议浸泡两小时以上。 六,将甜椒洗净,去掉中间的紫,再切成碎丁状。 七,中火热锅,放油,将酱酥和酸片爆香。 八,将浸泡好的虾皮熬起,滤干水分,放入锅中炒香。 PS,加一点无盐滴嫩的虾皮,可增添鲜香味,没有可不放。 九,将腌制好的牛肉泥倒入热锅中,一边翻炒一边碾碎成牛肉末。 十,将牛肉末炒至八成熟级可关火,装排待用。 十一,重新开火热火,用炒牛肉剩下的油。 将切碎的四季倒碎和甜椒碎,加入一起翻炒至八成熟。 PS,优先推荐不粘锅,比较省油,如果感觉油太少,少量再加点油。 十二,这时将牛肉碎加入锅中,翻炒混合均匀。 十三,用红薯淀粉加少量滴辣酱油加浸水调匀,倒入锅中。 翻炒勾芡,PS,一碎内建议不放酱油,一碎以身不放或少量放一点调味。 十三,最后再加一点精水慢三五分钟。 PS,这个步骤绝不能省,因为四季豆含有含有灶带和凝积素等。 如果没煮熟吃,会导致腹性,一定要热熟,煮酒一点软烂好吃,安全又营养。 十四,将炒好的四季豆牛肉末装盘,记得姜姜,酸之类的调料挑走。 四季豆牛肉末,多年专注研究零到六岁的儿童营养,宝宝腐蚀,疾病食疗和科学喂养。 每一道腐蚀都经过了专业的营养搭配,希望每个宝宝都能在这里健康成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